國民黨的人 從那時候馬英九跟 好像是郝龍斌的樣子 實質緊扣開始之後 都喜歡實質緊扣 用實質緊扣來表示大家的交情 我覺得是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坦白講 那麼以人性來說 像朱立倫他們或是王金平 他們這種在 政治上面的一個位階 他今天要放下聲斷 我所謂的位階就是說 朱立倫他本來是等於是 民調最領先的 準總統的候選人 那麼在這種情形底下 可是遇到這麼強的一個寒流 在寒流底下 我們已經講過太多次了 這是最淺顯一白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其實在寒流底下 被壓抑的最嚴重的 應該就是朱立倫 受災戶最嚴重的就是他 受災戶其實最嚴重的是朱立倫 可是我剛剛講人性就是說 可是你要像這樣一個 我是一個要選總統呼聲很高的人 然後我現在其實必須要放下聲斷 某個程度來講 我覺得其實是不容易的 朝聖之旅是必要的 對 然後他朝 就是說這跟以往的政治生態 我們習慣的政治文化是不一樣的 他必須放下聲斷 去拉攏一個就是一時竄起的 爆紅的政治明星 而且他才剛選上地方首長 他都當過兩種 就是桃園又新北市的地方首長 照理講他是他的等於是前輩 政治上的前輩 對 可是他還是必須在這個時候 放下聲斷 我覺得在民主政治裡頭 尤其是在現在大眾政治 甚至民粹政治裡頭 許多的精英政治人物 第一個要學習的就是放下聲斷 老百姓最想看的 也就是放下聲斷 為什麼韓國瑜會有這麼強的一個寒流 也正是因為他沒有聲斷 他沒有放下的問題 他是從一開始就沒有聲斷 所以對於朱立倫來講 一定是感受到 這也不需要避諱 他一定是感受到強大的壓力 不然照理講 以往這個 以前的朱立倫怎麼可能做這種事 準總統候選人去美國訪問 居然沒有新聞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 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沒有人要討論他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朱立倫從美國回來之後 我覺得你也必須面對這個現實 我認為在之前就是這樣了 可是在這之前 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 一定想說可能只是一時的 我是要選總統的人 我覺得一定心裡面有很多的障礙 或者是還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 現在願意面對了 因為再不面對我就來不及了 馬上初選就要開始了 如果你真的被別人的話 就太慢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去 就表示說朱立倫 他的確會願意為了總統大選 做一些他本來做不到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好事 我覺得這是好事 那麼這一次去韓國瑜一定是要 因為第一個 在這些準總統候選人裡頭 大家都覺得說 吳敦義不管跟韓國瑜交情怎麼樣 韓國瑜是他提名的 王金平更不用講了 他的3-3 整個韓國瑜的選舉 王金平投入了那麼多 還有包括王金平最麻吉的 這些白派的大佬們 蕭翰俊等人 都一直跟韓國瑜這麼的親 這麼的好 他選完之後 王金平跟韓國瑜的見面 就很自然 雖然韓國瑜也是一直祝福王金平 心想事成 對 是一樣 但是王金平跟韓國瑜的互動 大家都覺得很自然 很親密 如果王金平要選的話 韓國瑜一定會支持 也不會有問題 可是朱立倫感覺 就是說在這個人生的經歷過程裡頭 跟韓國瑜比較沒有交集 所以在這個情形裡面 你也不得不面對現實 他親自去高雄 然後去拜會韓國瑜 我覺得這個誠意是道的 韓國瑜本來就是一個很溫暖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怎麼講 人生歷練很圓滑的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元熟的人 他不會讓人家下不了胎 也不會讓人家難看 也不會讓人家不舒服不好受 很溫暖 對 更何況是想要選總統的人 每一天大家都在問韓國瑜 要不要選 韓國瑜一定會很溫暖 大方熱情的接待朱立倫 不然的話這還像話是不是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候去 當然朱立倫跟韓國瑜 都有釋放出他們想要釋放的訊息 尤其是朱立倫 他的關鍵 他只想要達到一個結論 朱立倫自己也講了 後面也直接講 就是韓國瑜做什麼我都支持他 表示說我選上了總統 韓國瑜高雄所有的要求 我一定全力 但是我現在已經開空白支票給他了 我覺得他是這個意思 下一句話就是 我做什麼 韓國瑜也會支持我 我做什麼 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選總統 我選總統 韓國瑜也會支持我 這就是朱立倫想要得到的結論 昨天這一天 是國民黨2020總統選舉 尤其在初選這一段 轉折非常大的一天 而且他們見面其實也是情理之長 因為他們忠需一見 這個說禮貌上 現在不是忠需一戰 就是忠需一見 這個禮貌上當然要見面 功能上也要見面 從之間也要見面 他有100個禮物可以見面 他們的見面 你看你說禮貌上一定要見 你相比柯文哲 柯文哲也想見面 柯文哲是想跟韓國瑜見面 求之而不可得 求之而不可得 當然這是同黨的人就這樣 不同黨的就這樣 這個我覺得意義 應該遠大於這個 昨天我為什麼要趕 為什麼我最後一段要修改 因為我看了很多評論 我覺得那些評論 都是沒有抓到養主 因為大安門都說 朱立倫南下 就是要把韓國瑜框住在高雄 你不能動 你不能動 他可能是三顧茅座 是請他到台北 不是 我覺得朱立倫 哪有這麼大的能力 如果韓國瑜想選的話 朱立倫也沒有這個本事 朱立倫也不敢 而且這個會 也只能支持他 而且這個會激怒大家 不是 也說如果要選 朱立倫當然現在 因為他領先 韓國瑜出來他領先 他也是能說歡迎韓大哥 你也大家進來公平信稱 因為他點過這樣不會說 你不要算 最好你一天算 我準備這麼久 應該是我 你不要跟他討價 我覺得不至於 但是我覺得他們昨天見面 有很大的重大的意義 因為同一天 朱立倫跟馬英九看話展的時候 馬英九公開表示他挺他 所以我們本來講四顆太陽 我是講半個太陽 三顆星星 現在一顆星星沒了 變成隕石 你知道 馬英九昨天是隕石 掉下去了 變成造走 對 而且馬英九在公開的場合 很坦誠的說我聽你 我一向聽你 所以馬英九被朱立倫 他已經自重下桌了 講得難聽一點就已經整合完畢 成功整合 或者受編了 以馬英九的 還有很大的一股力量 行政力量 人事 人脈 都會挺朱立倫的第一步 然後緊接著他去高雄了 他去高雄你會覺得說 沒有聯繫 沒有講好 說我要來就要來 說半小時 韓國瑜不可能不見朱立倫的 朱立倫說要來一定會見的 如果見個半小時你會下去嗎 當然不會 這個當然裡頭的作業 你不要講 還有規定說一定要一小時起跳 不要講那個四川副市長 四川副市長能夠做事嗎 也許都不需要用上他 我覺得他們裡頭兩個人的整合 已經完成 已經完成 你就誰跟誰整合 就是韓國瑜跟朱立倫的整合 為什麼韓國瑜要跟朱立倫整合 不是 就是說 那他也駐王金平心想事成 不是 講整合 講整合有一點對不起韓市長 也許對韓粉有一點不敬 這個好 我把整合 不是 這跟現實 不是 我把整合收回來 我把整合收回來 你把整合想得好簡單 就是朱立倫 朱立倫已經下了不少的功夫 而且下對了 所以已經得到 韓國瑜不只是默許 而且非常坦白的說我不選 而且我聽你 你說什麼 再說一次 你想太多了 我想太多了 大家等著瞧 等著瞧 這個事情也變得很快了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你現在講得這麼直接 你到時候要道歉也滿麻煩的 當然 當然如果不是這樣 我道歉 真的我道歉 要少誰家的時間都可以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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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關係 我覺得昨天朱立倫是相當有把握的 下去高雄 你是說這次已經談好了 所以他才去 不是 談好了 這個就不要講那麼硬 你說談好了 你剛剛都講得那麼直接了 就幾乎 這個我跟你講 政治的藝術 就是很多事情 不能講得那麼明確 大家大概就是說 已經足夠的姿態跟語言 已經曉得你大概就是挺 你大概也不會選 他才下去的 要不然他不會說這樣 你看他整個中間 還有這兩天 韓國瑜接受連線的訪問 他講的話 你很仔細的聽 其實他不選的跡象 越來越清楚 而且他昨天跟朱立倫 這個你農我農 還沒有跟習近平 你農我農以前 他昨天真的是你農我農 彼此抓癢 我覺得比彼此抓癢 還更勝一層 所以我覺得昨天朱立倫 是達到跟馬英九 還有跟韓國瑜 這兩股力量是合一了 所以昨天國民黨 這三個巨星是河流了 而且這個河流 應該算是國民黨的主流 算是國民黨的主流 王金平就變成比較小股的 你把他講作非主流 也許他會不高興 因為他對我滿好的 我現在講他非主流 但是很多人都講 王金平也許會跟韓國瑜合 因為韓國瑜欠他很多 三三的那種大場合 有人說他一次大概 要花上好幾千萬 三百加起來 整億 所以這個 但是我一直覺得 韓國瑜不會看在這種小事情上 這個小恩小惠 小恩小惠對國家未來的 這個大是大非 小恩小非如果那麼在乎的話 韓國瑜就不成其為韓國瑜了 而且要韓國瑜跟王金平這兩個 要結合根本理論上是說不通的 因為現代你看 王金平實在說 他自己覺得他人多 欠他人多 而且基層尤其越往南走 都是他的人 這越看越有信心 但是當年王金平跟馬英九 選黨主席的時候 我想那時候的心情恐怕也是這樣 但是票開出來 幾乎每個票箱他都輸馬英九 這種事情我覺得還在 還在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我覺得王金平他現在 真的很多人對他說 你看我的臉書就知道 認為一奈才出來算 這不是說他民調低 因為深藍的這一塊 還是認為國民黨會一敗塗地 趴在地上 這當然是馬英九的施政 但是有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是太陽花的關係 而他們都認為這個是 王院長縱容太陽花運動 這一筆賬他們還記憤在心裡 所以深藍 建村 軍系 方復興這一塊 這個王院長是沒有票的 還有綠營 綠營過去犯的最大錯誤 就是一直好幾年 好幾年 甚至十年左右 都認為王院長是李登輝的人 所以是認為他是綠國的 只是過藍皮而已 那揮之不去 王院長再怎麼講 說我不是 我不是 我是藍皮漢魂 藍皮台股 揮之不去的 所以綠了現在也對 王金平沒有感覺了 完全沒有感覺 所以王金平的票在哪裡 所以你這王金平的票 跟韓國瑜的基礎 是矛盾的 是衝突的 是兵炭不容的 你這兩個人結合笑死人的 我跟你講這個王金平沒問題 韓國瑜怕不出去 你知道嗎 他出去他就有自己人怕死 所以這個韓王結盟是絕對不可能的 這個可能性是零 所以好了 不講這個 這也有點偏了 你今天講的都很重賢 我跟你講 這就是主流 三股力量變成主流 然後有一股王金平的力量 這兩個人在初選當中爭鋒 這個大概就是局勢 我必須講一句 國民黨其實沒有大家想得那麼不堪 我覺得我們台灣民間社會的 民主素養是不夠好 大家都說你害怕 你真是就反鋸 你敢算嗎 你實在真的不這個也要三年圓 三年圓 請看看 所以這個 這是吳敦義 因為大家民調那麼低 你還敢選 所以就把它解釋成 國民黨裡頭的內鬥 國民黨裡頭大家就是不團結 哪有這回事 每個人都有參選的資格 只要他所規矩 他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你看隨著時間的到來 已經整合變成只有兩股 一大 一中 一大 一中 國民黨有板有眼 對不對 重規重矩 我要替國民黨講一句話 沒有大家想像的 為什麼大家都解釋 國民黨這麼不堪 媒體 名嘴 我除外 因為我不是名嘴 我也從來沒有把國民黨 講得那麼不堪 你現在隨著時間都過去 你看很漂亮 很漂亮 將來初選 就是王金平跟朱立倫 這個結果我認為就看 這個將來韓國瑜 如果出現了以後 朱立倫出現以後 韓國瑜要怎麼表態 要怎麼聲明 那是一個關鍵 整個過程裡頭 他們兩個人要怎麼合作 是另外一個關鍵 但是這個局勢 昨天是一個轉折點 昨天是一個局勢 大為開朗的一個轉折點 所以我今天臉書的最後一段 是關鍵 請觀眾不妨欣賞一下 子澤 我覺得今天 沈大佬強的工作 他今天的說法非常地接近 國民黨發言人應該做的評論 國民黨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差 現在展現了一個大團結的氣氛 你貴了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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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媒體或名嘴 惡意要去扭曲抹黑國民黨 這是很常見 但是沈大佬很公平的 很公平的講了這一段 陳述這一段話 我覺得 大家前面的分析你同意嗎 當然 我覺得就沈大佬剛剛 你小心 你不要隨便同意 你放心 剛剛沈大佬特別講到就是說 這兩片的一些政治發展 讓你覺得可能這個 不管你剛剛說不是整合 可能是有種默契 整合難聽 整合難聽 就是說基本上這個豬 看起來是結合了很多 支持他的力量要出來選 但是我們需要跟沈大佬報告 尤其剛才您講到馬前總統的事情 事實上馬總統今天在早上 他也接受了訪問 他有這個媒體 他已經修飾了 他從頭不是給朱立倫 對 媒體問他說 請問這次大影是不是支持朱立倫 他怎麼說 他說所有優秀的黨員參選 他都支持 並給予祝福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覺得昨天的準還是今天的準 當然是昨天的 不是新的比較準嗎 不是最新的最準嗎 最新民意好不好 你抓到現行犯 是第一時間點的招拱才出 我看到那個動作 就是馬英九支持朱立倫的動作 我自己人的回頭 可能是這樣的解讀 可是你看馬早上 又做了這樣的表示 因為太不像馬英九了 今天講的才是馬英九 所以真的是現行犯不小心脫口而出 昨天是政治家 所以今天是政客 No 那一天是因為 他的講法讓媒體誤解了他的意思 他說我本來就沒有不支持 所以他心裡頭 其實沒有想支持朱立倫 但是被解讀成 他也沒有不支持 馬英九是不是馬英九 他今天講的就是馬英九 馬英九說我一直一路以來 都很支持朱立倫 他其實是表達的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沒有支持不支持的問題 國民黨的人我都很支持 可是如果這個名字置換成王金平 可是這個名字如果是置換成王金平 難道他也會這樣說嗎 他表面上也要這樣說 他當然會這樣說 他心裡面是不是這樣想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會這樣說